欧洲人取暖过冬可能只能依靠中国了 过去习惯了靠着天然气过冬的欧洲朋友 在今年冬天突然开始清烂性价比更高的预寒方式 而中国的众多过冬神器就成为了被疯抢的爆款产品 从电视台到光铁神器 从秋衣秋裤到热水带暖手宝 在欧洲人爆买中国取暖产品的背后 到底是何原因呢 嗨大家好 这里是螺旋实验室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 我们要来聊一聊近期在欧洲卖爆了的众多国产过冬神器 根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数据显示 2022年以来呢 家电产品对欧洲出口增长的品类 主要包括空调、电热水器、电暖器、电热毯、电吹风、取暖器等 其中电热毯以97%的增速引领其他品类 这其中的大部分电暖炉都销往了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荷兰、西班牙和德国 而在希腊、意大利、波兰、德国和荷兰 电热毯的销量也翻了一番 为何欧洲人开始突然青睐来自中国的取暖小家电了呢 其实本质上还是因为今年欧洲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机 叠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 让过去依靠天然气取暖的欧洲民众 也开始负担不起昂贵的能源费用 以英国为例 预计在今年英国家庭的护军能源消费账单 将有往年冬季的1277英镑增至2500英镑 几乎翻了一番 面对着高企的能源价格 选择性价比更高的预寒方式 也就成为了欧洲人新的生活潮流 除了电热毯和电暖炉这些小家电之外 也在风靡欧洲 比如国内女生已经习以为常的光腿神器 也开始获得欧洲民众的青睐 今年这款国内成名已久的时尚单品 受到了法国荷兰和德国女性的强烈追捧 据本土跨境平台速卖通提供的数据显示 10月至今光腿神器的销售额 取得了131%的环比增长 热水袋和暖手宝也同样成为了出口欧洲的香饱饱 据速卖通数据显示 10月份以来 国产热水袋销售额在全欧洲取得了300%的环比增长 暖手宝更是环比增长了447% 另外中国人过冬不可或缺的秋衣秋库 也开始出现在了欧洲消费者的衣柜里 10月以来秋衣秋库在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波兰等多个国家 均有三倍以上的环比增长 还有国内服饰出口贸易商表示 加厚夹克和高领毛利的订单也在迅速增加 网店南市秋季高领毛利收索量涨了十几倍 面对着突然火爆的欧洲市场行情 对于国内的小商品出口 也是一次难得的发展袭击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 近期的出口增加主要因为短期市场行情影响 并不足以作为长期的业绩支撑 一旦欧洲能源危机有所缓解 那么对中国取暖神器的需求 是否还有这么高 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从理性层面分析 对于取暖神器的这波出口热 相关企业仍需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长期来看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 还是决定产品能否站稳市场的重要因素 好了 这里是螺旋城市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